大家好,我是豆妈 阿姨挖了一大袋野生蒲公英 让朋友带给我 在此谢谢阿姨 准备保存起来慢慢吃 蒲公英倒入水池中 先用清水洗掉泥沙 剪掉根部,晒干后可泡茶 蒲公英根具有杀菌消炎的功效 特别对于乳腺炎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全部剪掉根部后放淡盐水中浸泡10分钟 多清洗两遍 满满一大盆蒲公英 锅中水开放盐 给蔬菜焯水时放少许盐 可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分次放入蒲公英焯烫 变色后立即捞出放入凉水中过凉 防止与空气接触 产生日氧化反应 颜色变色发黑 挤干水分 按需分装到保鲜袋中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吃时提前取出 常温下化冻即可 蒲公英吃法多样 可凉拌炒吃烧汤调馅 蒲公英有很好的食料作用 特别对于哺乳期的新妈妈 干蒲公英还可以泡水喝 脾胃虚寒的朋友 可在蒲公英水中放玫瑰花 红枣 姜片 温和的食材 综合寒性 大家有更好的保存方法 可分享在留言区